记者郑明翔苗栗报道,五年前的今天,苗栗县逐南镇大部张药房遭时任苗栗县长的刘正宏突袭拆除,历经五年来不断地行政诉讼,各方协商,去年内政部中承诺原制重建张药房,今早张药房一双蓬秀春碰住王夫的照片,站在仅存的一片墙前心内看住重建洞土仪式, 他不断感谢各界的协助,也终于能向天上的王夫说一声我们的家,又回来了,除了蔡英文总统,内政部长徐国勇,教育部长叶俊荣到场慰问外,官员中感触最深的药署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,当年他担任张药房的委任律师,不惜多次怒杠中央及苗栗县政府,如今喜见张药房中得以原地重建, 就连续过勇都拍拍他的肩,大赞这是你打得最漂亮的一仗,屋子可以重盖,但家破人亡的惨剧已无法挽回。 詹顺贵紧淡淡地笑住,站在人群背后,他强调,张药房啊见证台湾破千屎的血泪斑斑, 现在只是朝向土地正义迈开一小步,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需要集思广益,针对现有的土征条例在座研绎, 不善言辞的彭秀春则在脸书上感性扑文,强调7月18日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, 如果可以,他期盼这一切都未曾发生,这样我就还会是哪个有丈夫肩膀依靠的幸福女人, 而张药房的重建并非坏下一个缘,终究还是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, 盼社会大众都能记住这次教训,永远不要再有下一个张药房。 好